有没有招聘电信感那等 我去行 大家好我是晨晨 最近大家都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你们如果要是说新朋友来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就是说最近我为了跑退休这个事 虽然我到现在还没退休 但是我要为提前50岁退休做准备 如果你不准备全了 就都55退了 说实话我10天都没睡好觉 现在美颜美颜 美颜也难言我这个憔悴的面容 10天 我大约这个事跑了半个月吧 就是我的情况是两个企业都不在了 都吊销了 还有一个住销的 什么合同也没有 劳动被按刺也没有 工资流水也没有 反正啥啥都没有 合同没找到 劳动局碰壁了 然后在工商局还好 两个区的工商局 我顺利的开出了这个非业证明 要好是这个企业不在了 还有很多朋友问我 那我的企业还在怎么办呢 我说那怎么办 那你只能去找现在的企业 能不能给你提供这个合同或者劳动备案 实在不行就上劳动局找了 那你这个情况比我的还难 我的至少说非业证明 能解决这个前面交的四年半的这个事 就相比 相比那些情况来说 我这个还算幸运的 虽然跑的有点艰苦 然后现在呢 我也找了一个就是专业人士咨询了一下 就是我这种情况 企业缴费四年半 然后有两个非业证明 他说现在就可以了 然后的下一步呢 就是找一个工作 交满那半年的企业缴费 我最近吧 就一直看那些招聘广告 我今天准备去面试一个工作 一个服务行业的工作啊 但是说试用期一个月 一个月以后就给叫社保 去试试 就是工资 反正有两千多的 有三千多的 三千多的 如果不行的话 两千多也行 只要叫社保就行 但是人家必定要我的 我这很多年不工作了 我身体也不好 就这么瘦弱啊 不知道能不能行吗 然后那个去面试的过程 我就不拍了 涉及到各种单位 什么隐私的问题 然后等从那个地方出来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都经历了什么啊 我看我能不能成功 跟大家说一下 我今天的面试结果 说失败也没失败 说成功也没成功 就是也是看我自己的选择 就是一个三千多的工资 一个两千八的工资 这个三千多呢 属于要那种年龄小的 然后我就先冲了一个 三千多的这个工资 使了一下劲 然后让人面试了一下 结果填表啊 这个小女孩什么的 都挺热情的 这都多少年 没填过简历表了 然后填完表上楼 让人家面试啊 人家看了我 先瞅了一眼表 没说啥 看了我一眼 人家说那小姑娘 你怎么想的 你找这么高的个儿 那我把领导都写没了吗 我领导才一米七 你找我一米七七的 那小姑娘当时瞬间可尴尬了 实际我倒还挺淡然的 说这个三千多工资 这个不行 两千八的这个可以 那个没什么身高的要求 我出来了 我就安慰那个小女孩了 我说 真不好意思 给你添麻烦了啊 那个 还让领导说一顿 我说我 这个人 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他说咋的呢 我说我 就是年轻的时候 应聘过空姐 应聘过 大巴的客服 就是都是因为这个身高的问题啊 空姐当时是要一米七四以下的 然后我不行 然后当时黑洞江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大巴公司 我跟我一个女朋友去面试去了 我一米七七 她一米七五 人家那个也是一个女领导说 哎呀 你们俩 真的就条件什么呢 真真好 但是啥都行 就是太高了 我俩就灰溜溜的回去了 你说有啥招啊 太高了也是问题吗 太高了也是缺点 是 在那个飞机公共交通工具上 会有升高的限制 为啥呢 是因为他们怕这个 把这个飞机或者是大巴显得太矮了 你一米六十多往那一站 这个飞机好像好大 但是你一米七十多往那一站啊 这个飞机就特别小 尤其那种廉价航空的小飞机啊 那你说这玩意就不能跟国际接轨呢 那国外那空姐都有升高要求吗 我不知道啊 但是反正在国内 就是不要你超高的 就我这种好多行业都不要 多么尴尬的一个事情 不是正常人吧 可能我天表的时候 他们这边招聘这帮人觉得 哎呀 个儿高好像应该能形象挺好啊什么的 但是 到人领导一块人家不同意 好吧 是我的错 升高也是我的错 我有啥招 盖太高 还好多工作干不了呢 有没有招聘电线杆子的 我去行 电线杆子不能挑我高吧 面试这个工作啊 2800的这个工作可以 你们知道工作时间是多长吗 是早上6点半到晚上8点是一个班 第二天是早上6点半到下午2点是一个班 就这样隔一天一个班隔一天一个班 但是修大礼拜和法定双修 一个月以后转正 转正以后给你交五险 就是这个工作时长我恐怕是坚持不下来 要站着不站着的时候也得干活 那如果要是说 一天14个小时的工作时长的话 我真的这种身体状况坚持不下来 腰也不好 就算是勉强的干满一个月 估计我半条命也没了 也不是我挑剔啊 真的这个14个小时的工作时长 一般人也受不了 你们说是不是 你说啊 就这么多年啊 你说个高遇到了多少尴尬的事 小时候被强制送去打篮球吗 我还不愿意去啊 找工作超高的不要啊 买衣服 能穿那衣服 袖子买鞋 买裤子 全都是困难 衣服175的 鞋 以前穿39的啊 现在穿40的 40的鞋呢 国内还买不着 我还只能买一些大牌子 什么爱布啊 什么 那个齐乐啊之类的牌子 39码的还能穿上 就是国产的这些牌子啊 39的穿不了 40的没有 一箱里边就只有一双39 所以这鞋 要不然我说我那双登山鞋 我就去换底了 可这一双鞋好不容易买着的呀 你要是把这鞋扔了 你想再买一双 别想了 买双鞋不容易啊 要不然所有的鞋都挤脚 你给我穿男鞋一下 这就是我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买衣服买鞋找工作 就是各种困难 人家小队啊 不好 云衬的 周五啊 这裤子往那大街上一走 人家就这么丑 以前我上班的时候还穿高跟鞋呢 穿高跟鞋 咋的也得一米八十多 然后以前穿高跟鞋坐公交 骂万众瞩目 所有人都这么丑 真高 但是以前骂哈尔滨 中央大街上我 就是好多大个儿的那个 帅哥和美女啊 但是现在可能人家都上外地发展了 就是现在 中央大街建着大个儿的 可能就有一些大学生小姑娘真的挺漂亮的 但是真的是不多了 一零年之前吧 那真的是中央大街帅哥美女如云呢 你就在这看吧 贼扬眼 现在 没有了 找工作呢 现在有点难呢 35岁之前的人呢 正常找工作 35岁到45岁之间呢 就只能找到什么管理层啊 物业啊 这种工作 物业还大部分要满的 还不要女的 然后呢 45岁以后呢 就只能干清洁篝了 反正现在 在这个职场 就是这么一个现场 行吧 今天就说这么多 拜拜 大朋友们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转发啊 再见 希望你们在 退休的路上 越挫越勇 把能准备的都准备了 然后大家一起顺利 拜拜